1975年8月27日,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,兵努亲王和夫人等。 毛泽东赞扬柬埔寨人民敢于斗争,敢于胜利,在五年稍多的时间里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。 两位亲王率领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代表团,是8月23日从平壤城专列到达北京的。 邓小平副总理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车站迎接,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检方客人时说, 现在你们胜利了,就应更加团结,共同奋斗,共同前进。